歡迎收看游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分散成兩個部分 在上一集我們留下四題給大家練習練習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四題 如果我要乘A-B 然後A-B乘B-A的話 這樣乘出來會是多少呢 上一集我們提到過 你要看他有同號還是異號 你會發現這個A有變號對不對 B也有變號所以他們是同一組的 所以其實A-B跟B-A只差一個符號 他展開來不會變成就是A平方-B平方之類的 他就是負的A-B平方 對不對 所以是負的A平方加2AB-B平方 就是B-A就是負的A-B嘛 再來看這個 那來看一下 負B-A乘上這個負A加B 那這裡有兩個A都是負的 所以A其實沒有變號 那B有變號 所以說呢 其實呢 這個A它應該要是在前面的 B才是負的 因為雖然A是負的 但是其實它沒變號 所以我們展開來其實會是A平方-B平方 不信的話我們就暴力的把它展開來看看 負B-負B乘負A是正的AB 負B乘正B是-B平方 負A乘負A是加A平方 然後負A乘B是-AB 那你會發現它的這個AB跟-AB消掉 所以留下的是A平方加B平方 可以吧 所以我們剛剛就說 就是看的是這個 有沒有變號 這兩個A都沒有變號 它都是負的 那它其實就放在前面 再來看這個 A-B-C 然後這個是B-A-C A有沒有變號 有 B有沒有變號 有 那C呢 C沒有 所以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 這個A-B的平方 減掉C平方 這樣子 就是說A-B是一國的 然後C是一國的 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A跟B都有變號 C沒有 那 C沒有變號好 抱歉 所以是C放在前面 所以是 C平方減掉A-B的平方 有變號的 它放在後面被減好 那 也許學生到這裡呢 他會衍生出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 欸 老師我知道A跟B要一國嗎 因為他們都有變號 那為什麼你寫的是A-B 而不是B-A呢 為什麼用這個 而不用這個呢 那這個我們在上一集也提到過 當你要寫平方的時候 A-B平方跟B-A平方是同一件事 所以就沒有差了 所以這個展開來它其實是 C平方減A平方減B平方 加2AB 這樣子 練練成法公式 來 來 那一樣的問題 這個 A-A-B-C 這是A-B加C A有沒有變號 有 B呢 B沒有 C有 所以它其實是用B平方 然後我們用這個你可以用 A-A-C 但是有點麻煩 用這個的話它其實是A加C 所以它是減掉A加C的平方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B平方減A平方減C平方減2AC 可以 可以嗎 那麼我們來完成上一集在描繪的這個數字的表 我們上一集寫到了這個25的平方 25的平方呢 我們在這個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列了這個2的次方 接著我們要列這個5的次方 5的一次是525125 625 那這個5的次方相乘 其實還蠻好乘的 你仔細看 因為它尾數會一直重複嘛 所以我要乘這個125乘5 要怎麼乘 就是5 5先乘這個1 然後5又乘25是125 所以加上去是625 對不對 那625再乘5呢 5630嘛 30再125 所以下一個是3125 那再下一個 一樣15嘛 然後5又乘到625 5又乘到125 所以是15625 那這個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這個就是這個 125的平方 這個就是125的平方 可以嗎 那它同時也是這個25的3次 5的6次 可以嗎 這個是5的4次也是25的平方 好 那 我們之前的列數字表的時候 特別提醒大家 要留意這個 2乘到5是10 4乘到5是100 8乘到125是1000 4乘25是100 8乘125是1000 16乘625是1萬 所以比如說這個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 我們那個時候練習算 比如說8分之3 我要怎麼把它換成是這個小數呢 上下同乘125 它是千分之375 所以它是0.37 那你這個375想要比較快的可以寫出來的話呢 就要再來看看這個表 這個都不用背 但是我們讓學生平凡的接觸 25乘上回這個數字的時候 25乘1是25 乘2是50 乘3是75 乘到4的時候是100 它末兩位就00 乘到5的時候125 乘到6的時候150 乘到17的時候 175乘到8的時候就200 所以25乘上任何數字 它的末兩位就是這4組 可以嗎 那如果是125呢 125乘上任何數字 它的末兩位有8塊 那這個很合理啦 25乘4是100就會進位 125乘8是1000 所以它乘到8的時候就會回頭 它是125 250 375 500 625 625 750 875 000 對嗎 那我們那個時候有提到 大家只是留意一下 這八個數字末兩位 依然依照25的這個循環 因為它自己本身末兩位也是25 所以25 50 75 00 有沒有看到 25 50 75 00 接著 因為125是25乘以5嘛 那25乘以5呢 它如果 我寫在下面好 25乘以5 比如說我讓125乘以6 那再乘到6的時候 它去乘一個偶數的時候 這個本身有一個2嘛 6是2乘以3嘛 那你這樣乘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 5跟2先合起來變一個0 所以其實125乘以6是25乘以3 再乘10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125的末三位數字呢 它的前面 在偶數的部分 又是一次的25 有沒有 250的25 500的50 75 00 所以它尾數有0的時候 它前面其實又是這個25的循環 2550 75 所以其實很好記 很好記 尤其這個125乘4100乘81000 乘1125乘2150 這個都很好記 所以比較容易出的 那這個乘5的時候 是625 425平方 所以比較容易出的是 乘到3是375 和乘到7是875 但是反而 就是因為常常會問 所以又不難記住 這個都是很值得記起來 好 那麼接著我們來列一下這個 3的次方 也不用多 3一次是3 2次是9 3的3次是27 9 3 27 那3的4次就是99 81 也就是27乘3 是81 再5次的時候用81乘3 是2 4 3 3的6次是 你不用用23乘3 但也可以 23乘3的話 24乘以3是72 再乘3是9 這個3乘3是9 所以它是729 或者你用81乘9也是可以 它是729 所以說呢 這個 剛才這裡這個 完全平方數 25平方25 26平方我們不用管它 27平方是這個 729 這樣子 那28平方也不管它 29的平方是900-60加1 所以是841 31的平方是這個961 寫出來 因為它是169倒過來 30加1 900加60加1 那所以這個完全平方數 我們就列到這裡 那 最後呢 把這個6的次方 列幾個出來看看 6的一次是6 36 36再乘以6 6386636是216 可以嗎 那這個也很常會看到 216它是6的3次 這樣子 寫到這裡就可以了 那附帶一體 6的次方你會發現它有一個特色 因為它 6636又會產生一個6的尾數 6636又會產生一個6的尾數 所以6的次方的尾數一直固定都是6 這裡也很值得提一下 再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集的作業裡面 我們挑這一題來練習 10.1的平方 那10.1的平方怎麼算呢 其實它就是這個 101的平方 類似的算法 如果你101的平方會算的話 我們順便把它算掉 101的平方是100加1的平方 所以是1萬加200加1 所以是10201 那10.1的平方 它是10.1是101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是這個值算出來 我十分之一到時候要有 我是10分之一101 所以我到時候這個值算出來呢 其實這個也要平方 它要變百分之的這個 所以到時候要小數要這個 進兩位還是退兩位 不管怎麼講 就是它往左移兩位 所以它是102.01 1002乘以996 如果我們要用懲罰公式的話 當然也可以 但是你會發現它不是從1000對分的 它會是一個A加B 它比較大 它會是一個A加B 那它會是一個A-B 那你想想看 這個A是不是應該會在他們兩個中間 對不對 這個A會在他們兩個的中間 所以這個是1000加2 這個是1000-4 加2跟-4 中間會是什麼呢 其實中間是-1 就是999 它是999-3 它是999加3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這裡 也許你會猶豫說 可是這個數字那麼醜 怎麼算 但是其實它沒有很醜 這個A加B乘A-B 所以其實它是 它是這個999平方-9 999平方是1000-1的平方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1000平方 減掉2乘1000乘1 所以-2000加1-9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100萬-2000 所以是100 寫指示好了 0太多難數 100萬-2000加1-9-8 所以100萬-2000 剩下9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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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997-9-9-2 這是這一題 可以嗎 來看這個 0.92平方 其實它就是我們剛剛說 它跟92的平方 算起來是一樣的意思 它是1-0.08的平方 可以嗎 1-0.08的平方的話是1-2AB 是0.16加 0.08的平方在這裡就是讓我們練習 這個小數的平方 0.088864 可是它應該要在小數後有4位 所以它是0.0064 因為原本有兩位 這個0.08 如果學生在這個地方不能夠很快的反應 就教他們換成分數 0.08是8% 所以它的平方是1-1-64 所以就是不用把小數後幾位 當成是一門很商量的學問 它其實就是百分之多少 那平方就1-1-多少 所以後面要有4位 那所以呢 這個算出來其實是 它是0.84 所以是0.8464 這是這一題 對嗎 同樣的這個0.16的平方呢 那因為它數字不大啦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當16來算 16平方是這個256 那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它小數後要有4位 所以它其實是0.256 不要搞錯它不是0.256 再來看我們之前的這份作業 我們之前沒看過這樣的題目 這邊是2014 2014的平方 那2014的平方呢 這裡是這個4028 你會發現4028不剛好就是2014的兩倍嗎 所以我們來把它寫成是 6乘2乘2014 那這樣子然後勒 這邊這個1006跟449 也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是1000加6乘1000- 所以這邊呢它其實會變成是這個 減掉1000平方-6平方 對不對 其實你如果就是我們一直在提 因為之後的數學會比較複雜 尤其開始展開這個二次的懲罰公式 開始進來之後 數字會變得比較特殊 那如果學生太依賴就是說 這題我有看過沒看過 他又不可能全記得 他就很容易會放棄掉 所以要盡量讓學生能夠想到什麼 能夠發現什麼都要動筆下去做 不要就是停在這邊就是一直看 這題我沒看過 這題好難喔 一堆數字 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就很難 就是他的這個 解開這題的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因為他的心思都花在這題好像很難 我都沒看過上面 所以就是說要讓他慢慢的 慢慢的能夠去想到說 我只能發現什麼就先寫 不管寫出來有沒有用啊 就寫啊 那寫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多一點的東西 我這裡不是就是這個什麼的平方嗎 什麼的平方乘以2乘6乘什麼 A平方乘2A A平方-2AB 所以我是不是要找一個B平方 所以要找一個加B平方 剛好我這邊他其實是這個-1000平方-6平方是變加的 所以是-1000平方加6平方 所以這個時候這一項A平方 這一項-2A乘B 這一項 不對在這裡而已 加這個6平方他就有加B平方 所以我在這裡就一個完全平方式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就有一個2014加6 就有-6 2014-6 沒有改到 2014-6的平方 那-1000的平方 對不對 那2014-6的平方呢 它其實是這個2014-6 2008的平方 -1000的平方 這樣子 那接下來看你要怎麼算其實都可以 你可以展開2008的平方就很好展 或者你可以把它變A平方-B平方 所以是A加B乘A-B 它是3008和1008相乘 那你然後去乘都可以 那就不算了 來看這一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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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平方分之一呢 這二平方分之一是四分之一 三平方分之一是九分之一 四平方分之一是十六分之一 一之類推 所以他算出來其實是四分之三 乘上九分之八 乘上 這個十六分之十五 乘上 二十五分之 二十五分之二十四 如果你真的列 然後你去乘 然後你去約分 其實答案也是不會很難算 真的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提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把它操用的筆記本上面 就是這個一減掉 n平方分之一 當我們用乘法公式試著去算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把它放上去嘛 它是n平方分之 n平方減一 對不對 就是一放到分子上 那這個n平方減一 它其實是n平方分之的 n加一乘n-1 換句話說啊 這個 1減3平方分之1 減出來的這個9分之8 它其實是 這個3平方分之的4乘2 而且2乘4 對不對 3加1乘3-1 3平方分之2乘4 前面這個其實是2平方分之1乘3 這個是4平方分之的3乘5 5是15有沒有發現剛好就是這樣 這個是5平方分之的這個 4乘6 一直乘到最後是9平方分之的8乘10 前一個是8平方分之的7乘9 那所以你在乘的時候就可以上下約分 上下約分呢 那就會把這個 3 3 3有沒有 然後這裡有個3這裡一個這裡一個就約掉 2 2 這裡還剩一個2 然後4 4 4也會約掉 5 5 5在後面也會約掉 那一路一直約到最後這裡這個8 8約完之後呢 9 約掉一個還剩一個 所以最後你會留下的是2分之1乘上9分之10 所以是9分之5 這是這一題的答案 這一題的答案最後是9分之5 不知道你有沒有算對了 其實它也是一個乘法公式的延伸 那我們這一集就交到這裡 下一集開始我們會教這個必事定理 那今天就到了這裡